再来,这一题是109 首先第一个,互交化线的指令 先画一条线,点它,点它,滑转右键 旋转,输入一个C 这一边是逆时钟,先给一个12.5 好,因为是25度的一半 再来互交化圆的指令,点上一边,输入一个D 第一个是86,Enter,再按一次Enter,相对小老鼠按Enter 说了一个D,10,Enter,再按一次Enter,相对小老鼠按Enter 说了一个D,120 好,这一边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画面拉近一点 互交修剪的指令,先选 稍微留意一下是选第二个 中间那个,点它,滑转右键 做旋转,输入一个C Enter,好,这边是逆时钟,所以是正的 135按Enter 好的话呢,这边这一个,或叫修剪的指令 先把这一个剪掉,或叫近色 把这一个近色过来 再来选这一个 点它,滑转按右键 旋转,输入一个C Enter,好,这边是顺时钟,给who的6.5 Enter,who的13,Enter 再来 延伸,选它,点,点它 呃,这边我建议是用聚合线 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 在点比较好点 如果你是用线的话,其实也可以啦 好,打稿线先删掉 接着下来呢,这边就要做旋转 复制的动作 滑转按右键 旋转,输入一个C,Enter 要定基准点,输入一个B,Enter 定这里 然后呢,接着下来是要给一个参考 好,Enter 好,这一点稍微留意哦 点这里 那我把证交关掉 你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是选这里 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二,四,五,五个 好,按Enter 好的的话呢,我们这边做阵列 AAR 选物件是选这一个 结束 定中心点是定这一个 一共是四个 好,按确定 好 接着下来呢 就可以啊 用近色的方式 近色MI 这个 我明白的太远了 MI 好,选这里 抓圆心 正交打开哦 水平或是垂直都可以 我先水平好了 点Enter 再来一次 呼叫近色 选这一边 选 再来选这一边 选 好 近色 垂直哦 点 好 这边这个好的之外呢 我把这个删掉 然后呼叫修剪的 此例TR 选换为 结束 点掉不要的 让图形更接近 好 接着下来 把这一条线 拉到底下来用 它告诉我们 这一条线的距离 偏移 12 好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多边形 所以我们呼叫多边形 抓 是八角形 抓 圆形 抓 外切 输入一个C 抓 好的 的话 我叫画圆的指令 点 输入一个半径5 再来一次 半径5 好 打稿先删掉 好 这一条线也不需要了 三点画圆 找出这一个圆 三点画圆 好 先抓切点 一 抓端点 二 再抓切点 好 或者修剪的指令 好 好 再来我们就用正列 AR 选取物件 这边稍微留意一下 只要选单边就可以了 定中心点 定 一共是八个 确定 好 呼叫修剪的指令T 多按一支Enter 就是代表全部选 好的的话呢 我们这边 刚刚这个应该要把它删掉 要不然的话就重复一个 不过不要紧 查询 A到B 查询A是这里 到B 是这里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 136.5320 136.5320 对 好 再来 圆C的直径 C的直径为何 哇 这个已经把它删掉 不过不要紧 我们就画一个圆 好 画这里 然后它是 抓这个圆心的 好 直径是多少 那我们就不要直径 不过你这边记得 直径要做设定 要不然的话小数点 小数点的问题 好我们先看一下 它是不是说这一个 圆C直径为何 好 这一个应该是我的标注 没有设定 格式 这个应该在考试前 就要设定的 我往修改 修改 精确度小数点 后面四位数 这样才对 角度也是四位数 好 按确定 好 按关闭 来看一下 好 这个直径 182.6690 对哦 好来 退一下 这个 删除掉 这个 再来 弧 低 包含 角 为多少 弧 低 低的 包含 角 那就是用角度直接 飘就好了 第一是这一个 包含角度 看一下 这个角度的部分也是设定小数点后面四位数 103.7492 7492 好 这边也对咯 好 再来 斜面积四块 把这个删掉 画面拉近一点 薄面面积 输入一个VO 四块我们就点四块好了 好 这边 好 这边 一 二 三 四 好 面积 先输入一个A 再输入一个O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好 Enter 它斜线面积是 3 2 稍微留意一下 它是总面积 有没有 这个总面积 3 2 7 3 2 7 6 点 1642 对了 好 再来 接着下来呢 我们这一边图形的最外围 最外围 最外围 我后面退一下 这一个就必须要把它删掉 这个删掉 然后最外围的话 里面都不需要了 避免有个闪失 我先用复制的 复制一份出来 然后这一边用删除的方式 把它删除掉 好 这边删除掉 删除不干净要不要紧 不要紧 只要不顶住 不要顶住外围就好了 Suvio 点选点 点 好 它说 外围的周长 选面积 输入一个O 外围的 好 周长 675 675点 0497 0497 好 就